相關的工具放上來 總共的話有12345種工具 那我們有用到123加5 也就是上個禮拜 第一個步驟是請各位練習如何下載YouTube影片 那我們是利用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的話叫4K Video Downloader 這個軟體它是64位元的 那你當然也可以直接去網路上找 直接去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安裝 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那自己再找一些相關的影片 去把它下載下來 那影片部分當然我這邊是有給各位 這個一些之前上課的連結吧 那可能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影片裡面的話 比如說第四週好了 如果說這個影片 假如說裡面這個網址上面有一個關鍵字 叫做什麼呢 叫做Playlist 有沒有 或者叫List 那表示說它就是一個清單 如果是一個清單的話 理論上就是不只一個影片 也就有多個影片 那如果說你用4K Video Downloader的話 比如說4K Video Downloader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幫你把整個 整個清單全部下載下來 但是我上禮拜有講過 就是說它這個4K Video Downloader有個限制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註冊的話 沒有啟用的話 它最多只能幫你下載那個 這個清單裡面的10個10個影片 OK如果說你要超過10個的話 可能要啟用 好像費用也不算便宜啦 也不算貴啦 啟用的話我記得好像要 要 要... 要... 這邊... 已經開放新... 稍後提... 它更新也蠻快的 好像要...台幣好像要450塊左右吧 OK... 那第一個就是去下載 相關影片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上禮拜還講到就是用那個什麼 用這個第二個工具 第二個工具的話是... 這邊... 第二個工具的話呢 是這個有關 如果我要把它播放 或者要剪輯的時候 特別注意 一定要... 你電腦裡面要安裝對應的解碼器 如果... 好像上個禮拜有同學沒有裝 就發現什麼 那個影片沒辦法開啟 或者是說呢 它沒有安裝對應的那個... 一個... 一個播放器啊 那個播放器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播放器 那你播放... 還有啦 字幕好像沒辦法出來 有沒有 上個禮拜好像就有同學沒有裝這個 所以第二步呢 你記得一定要把這個解碼器下載 這個也是我從網路上下載 它叫K-Lite K-Lite Call 一個Pack 就是... 它把所有目前最主流的 相關的Audio跟Video 就是聲音跟影像的那個解碼器 通通幫你打包了 Pack幫你打包了 我這邊是下載完整檔 Fu 這邊有一個是完整的檔案 那你一定要再把這個第二個 一定安裝解碼器 因為如果沒有裝解碼器的話 好像之後在播放那個字幕的時候就會出不來 所以上個禮拜有同學就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那個字幕出不來 原來是你沒有裝這個K-Lite Call 這個Pack 這個可能要把它裝起來 第二步 那第三步的話呢 就是我們在做快速剪輯的話 那我這邊提供了一個Free的 一個Video Cutter Joiner 它實際上這個好處是第一個Free 免費的 第二個 它是針對Video影片的部分 我記得好像它也可以剪MV3 你們可以試試看 好像With Audio好像也可以 它可以做Cutter Cutter就是做剪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說一個影片 假如我不是要全部的 而是要片段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你覺得影片裡面比較精彩的 把它剪下來 那我上禮拜是有示範 至少就是說你可以剪個三段吧 然後剪完之後的話 再把它做Joiner Joiner就是什麼 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有的時候 大概你的一個影片 通常就是你可能拍一個 一個腳本 可能裡面 原始的影片長度也許是一個小時 不過最後剪下來 可能只剩下十分鐘 也有可能 所以有的時候 那個剪輯的工作其實也蠻辛苦的 也就是說 你要如何把最重要的那些片段留下來 然後呢 最後再把它Join在一起 然後讓人家看起來不會很突兀 這個部分的話可能就蠻重要的 所以如何做那個剪輯的動作 其實以後你們如果想要當網紅或者當小編的話 至少你要懂得怎麼樣幫你們老闆 或者幫你自己那個拍的影片要能夠剪 剪精彩的 然後呢 把精彩的地方合併在一起 讓人家感覺就是說 那個影片絕無人場 這很重要 有沒有 不然的話有些影片 奇怪怎麼前面鋪梗的時間花太多了 感覺人家都還沒看完就想要跳離了 那這樣的話當然失去你那個影片聚焦的能力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是希望同學練習什麼 如何下載影片之後 然後做快速剪輯的動作 OK 然後把它合併 所以上個禮拜 我有講至少要三段以上 至少三段 當然有同學說老師我不只三段 沒關係 我只是大概 至少要知道說你有在你會剪輯 你會合併這個動作就OK了 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就講這些 因為我覺得這次最重要 因為如果你要想要當一個 YouTuber可能有點遙遠 但至少就是你要能夠懂的這些東西 你才有辦法 成為基本YouTuber該會的一些剪輯技巧 你想說老師這樣就夠了嗎 其實當然不夠 如果你想要做得更好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找再專業一點的工具 包含像威力導演有沒有 是最最簡單的工具 威力導演應該知道這個軟體吧 要不然你就用威力導演 威力導演的缺點就是說 第一個安裝你要有一個很大的容量 第二個操作介面非常的負 相對複雜 也不是非常複雜 然後我們剪輯 上個禮拜的剪輯動作 做完之後的話 轉換部分也許就不用了 因為除非說你下載的影片 可能那個格式不是MP4 那你要把它轉成MP4 那你可以用這個 就是這個也還蠻常用到的 叫做什麼 Format Factory 這個就是什麼格式工廠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你想要轉換任何格式的話 可以用這個軟體 其實還蠻方便的 而且它可以批次轉 一次如果你有大量的影片 你要大量的轉換格式的話 那用這個就OK了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 第五個的話 就是最重要的 當然一個影片 裡面如果說沒有字幕的話 看起來其實還蠻辛苦的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YouTube的影片 至少基本一定要有字幕 如果沒有字幕的話 其實很容易被人家抱怨 說你這上面怎麼沒有字幕 看起來其實還蠻不方便的 所以我這邊有提供一個 還蠻不錯的工具 因為以前要上字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因為為什麼 你被人要一邊聽 一邊打那個字幕 一邊聽一邊打那個字幕 但是現在的話 因為有語音辨識 也就是說你如果把那個影片 先餵給這個軟體 然後這個軟體的話 就知道說你每個字每個字 都在每個講的是什麼 它會把聲音轉換成文字 並且把那個文字的時間 也幫你記錄下來 而且甚至呢 自動幫你轉換成字幕檔的格式 字幕檔格式的副檔名 就點srt檔案 因為點srt 它才能夠 如果你把那個srt檔 放在那個點mp4檔的旁邊的話 它就知道你這個mp4檔是有字幕的 然後它就會自動把這個srt檔 把它直接怎麼樣 跟你的mp4檔 把它combine在一起 你播放的時候呢 才會有字幕 所以特別是上個禮拜有同學就是沒有裝那個啦 播放器 所以一執行即便你有字幕 但是呢也看不到那個字幕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 上個禮拜的作業主要就是 反正就是剪輯 然後上字幕 大概比較重要的 至於說你將來想要做得更好 那可能你就要用其他的軟體了 我想這個就需要花費很大的時間去完成 那當然呢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你們將來在你的youtube頻道上面 如果可以做更多 把一些影片放上去的話 那你的訂閱人數增加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是作業的 加分的一個部分 所以如果這部分延伸性其實還蠻大的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繳交的 就上禮拜講了 最後就是我們的作業 作業部分的話 就是繳交這個 產生的這一個mp4 比如O.mp4 跟那個O.srt 主要是繳交這兩個檔案 給我就可以了 但是後來我發現同學 這個剪輯的影片 可能不知道他是抓的 以那個4K的格還是什麼 就是抓的檔案太大 所以如果你要上傳到那個Porto 可能會有問題 後來我就說不然這樣好了 如果你不交mp4檔 你可以另外一個形式 就是你把mp4檔 傳到youtube你自己的頻道上面 但是你如果不想公開 你就可以改成不公開 不要改成私人的 因為你改成私人的話 你將來傳給我 我要看你作業之後 我會看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改上傳時候的權限 記得改成不公開 如果你改成公開是大家都看得到 改成不公開是只有你自己告訴我連結 我才能夠連到那個影片 所以一般是不公開 然後呢 再來你上傳那個影片之後 可是youtube頻道本身 他沒有那個預設SRT 所以你可能要再做第二個動作 等到影片上傳了 確定發布出去之後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再加上字幕的功能 你們可以到影片編輯器裡面找找看 會有一個上字幕 會有一個上字幕 那字幕的時候他會問你說 那請你把你的那個字幕檔給我 這個時候你就把SRT檔位給他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字幕上上去 大概是這樣流程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假如你的那個剪輯的影片太大的話 不然你們就是教那個什麼 把影片傳到youtube之後的那個影片結果 然後並且字幕就是再把它傳上去 反正我只要看到說這個影片是你經過你剪輯 然後呢 並且有加上字幕 這樣的話呢 就符合我想要看的結果啦 OK 當然你也可以多多練習 影片不見得說你可以從別人那邊下載 也許之後的話你可以 自己看能不能創造出一些影片內容吧 OK 也許一段時間看看能不能參考別的網紅 他們拍的內容吧 看你想要拍哪一種類型的影片 像有些網紅都介紹吃喝玩樂 你當然也可以啊 隨時吃東西 像很多網紅每天都吃東西給人家看 有沒有 或者每天就去哪邊玩 玩的地方介紹讓人家知道 這當然也是一個內容 只是說你可能要先設計好那個腳本吧 最後可能就是拍的 他拍的方式也 可能那個用的相機可能也不能太差 看起來那個 這個這個解析度啦 像素各方面不是OK 最後可能還在做剪輯後製 上字幕再把它發佈出去 其實也蠻花時間的 但是這絕對是有必要的 如果你將來你希望說在你的履歷表上面呢 多一項技能的話 這個導也是可以把它提出來 OK應該這個部分沒有問題吧 這個這個部分的作業 看有30個同學已經上傳了 OK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所以這個有關雲端的部分 我們大概就先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因為雲端我覺得主要是應用 那比較難的應該是App的 App部分的設計 所以呢 待會的話 請各位再連到那個我們的雲端 我雲端記得 gg.gg還記得 這個網址 Cloud to App 這邊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來講一玩App設計了 那App設計之前 請各位 先了解幾個觀念吧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觀念的話 可能要設計App 就會是這個問題 那設計App的方法非常多 不是只有我現在講的這個方法 只是說我現在跟各位講的這個方法 是相對於其他的設計方法 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而且不會 當然也不是說完全不用花力氣 當然相對的不用那麼困難 不然的話 如果說你現在要設計一個App 網上至少要學很多的程式設計 一般像早期一定要學會Java 那現在Google又出新的語言 所以變成說你要學那個語言 而且當你學好之後的話 不見得你就可以馬上寫出你想要的那個樣子的那個App 所以特別注意 待會請各位先了解什麼叫HTML 那為什麼要先講HTML 因為我們在做App的時候 其實它的裡面的那個框框 裡面的這個結構 用的概念都跟網頁有關係 你想說老師 那網頁不是現在瀏覽器上面 電腦上面看到的東西嗎 那為什麼手機上也可以這樣用 其實它道理很簡單 它只是說把原來網頁的那樣的一個結構 那個大小 其實它基本上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把它縮小 放在手機上 能夠適合手機上觀看的大小 而不是說像我們之前是直接把網頁都塞在手機上 看起來一定是不舒服的 只是說它的架構一樣 只是說它長的樣子就很方便讓你在手機上觀看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就是什麼叫HTML 什麼叫CS 這個後面都會用到 所以請各位等下有時間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會發現那個HTML它的語法一定有一個頭有個尾 所以頭的話一定長這樣 小於P的話是段落 後面的話一定會有結束 有沒有 那這個東西叫TAG 就是它的標籤 標籤的頭 標籤的尾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它的Content 它的內容 一整個的話叫Element Element就元素 它整個就是我們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這個標籤的元素 所以一個頭一個尾 裡面的內容 OK 那其他的話我想大概 自行先了解一下 將來的話 這個標籤 在撰寫手機APP上面 非常的重要 底下的話有這些 請各位先自行閱讀一下 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需要有一個軟體 那 這個軟體部分的話 請各位待會自行再把它下載 解壓說就可以了 請各位先試著 把我剛剛講的 總共有幾個部分 先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包含就是什麼叫HTML 這邊 那其實還包含CSS 這個概念大家先了解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取得這個軟體 解壓說 第三個的話 一樣 下載練習檔 解壓說 畫面先還給各位